他这个人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什么都要听他的 那两个人在一起 不就是应该互相迁就吗 我不明白他有什么不愿意的 我们俩刚在一起 一个礼拜他就开始逼我结婚 就连我父母都帮着他 我们都认识十年了 互相都很了解 现在结婚也很正常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杨来自内蒙古 24岁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杰来自 黑龙江23岁 自由职业 欢迎两位 是初中就是同学是吗 对 同班 不是同班 但是是一个学校 就是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也算是同学 后来上了高中 然后快毕业那段时间 就去当兵去了 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同学吗 上高中是不是了 等于初中毕业 就各自读了高中了 是的 那会儿就不再联系了是吗 偶尔吧 然后高中毕业就当兵去了 是的 当兵之后呢 因为我们两个认识 已经十多年了嘛 就是一直是 就是喜欢的 就挺喜欢的 然后中间 休假回来之后 联系到了他 我就进行了表白 然后一表白就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之后呢 休假结束还得走啊 他可能觉得是 有异地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提出了分手 啊 然后 这不是才表白吗 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就 哦 相处之后 他又提出分手了 是的 为啥 可能因为那时候也小 我就是需要陪伴啥的 然后就总闹矛盾 就分手了 这倒坦诚 不舒适吗 恋爱谈的 分开吧 年轻人挺好 从推伍 还是很喜欢 回来了 我就也是联系到了他 还是相处了一段时间 最终 我还是向他表了白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正式地成为了男女朋友 呦 再次表白 同意了是吧 其实我那根本就 不是同意 就是 他怎么着呢 他就是 带我出去吃饭 说是跟他战友一起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就基本就跟他战友 介绍说 这就是我女朋友 我当时就挺懵的 然后我 就是因为也有点 还是喜欢他嘛 然后又不想当众 拨他面子 就扔下来了 事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什么时候成为女朋友了 你跟我表白了吗 想的 然后到后来 就跟我说 那我现在跟你表白 那都已经后期了 才跟我补 哎呀 你也是够矫情的了 那从哪开始 到现在两个人 谈了几年啊 嗯 谈了 谈了也 其实时间也不算是很长 嗯 但是 十个月左右 这确实还很短啊 等于在一起 也就十个月嘛 就是今天是我要来的 本来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我也很喜欢他 但后来在一起 就是他老是 明里安里的 跟我提结婚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现在不想结婚 需要磨合一下 然后他就偏离这样 甚至最后就逼婚 然后就哄得我父母 就什么都听他的 就我都不知道 是我是亲生的 还是他是他们亲生的 就所有人都知道我要结婚 就只有我这个新娘子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厉害啊 小虎 想结婚 很想结婚 结婚的事先放一边啊 我先帮你问问姑娘 对吧 人家不同意结婚 这婚你结不了 对吧 十个月相处下来 觉得怎么样啊 这个人 他对我还是很好 很好 就是其中有一些矛盾吧 咱们说矛盾 就是我俩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时候 他就带我去见父母 因为就是之前小时候 也经常去吃饭嘛 他就说他父母叫我去吃饭 他来接我的时候 就带着很多那个水果啊 补品啊啥的 我没当务的事 我先他家自己买的吧 就跟着去的 到那之后他就说 这是我给他父母买的 然后我当时可能也觉得 是我想的没有那么周到 他还想的挺周到 就挺贴心的 我还挺高兴 吃饭的时候 就挺好的氛围 然后吃完饭之后 他父母就给我 递了个红包 见面礼 就我们那边见面礼 就是只有 就是南方正式 在女房见父母 要结婚的时候 才会给这个见面礼 然后我就问头 问啥意思啊 是这样的 毕竟我女朋友 第一次去我家 可能要是带一些东西的 但是我们两个 就是谁买东西 它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个红包 我感觉 可能是每个地方 它的这个含义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我的父母 就是非常的喜欢的 所以说才给它 这个红包 你确定不是 你事先跟你父母 串通好的啊 真的 说明天我要带 女朋友回家吃饭啊 说没说 没说 那家里面怎么 随时会有一只红包呢 因为之前 之前时候买书了 你要是第一天 没说还怪了 说没说 反正没有明说 就是 点了一下 所以你小子 我跟你说 我明白了 这姑娘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 浴室不商量嘛 对吧 你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你也没有正式地 跟我说过 先掌后奏了呗 带我见你的父母 也是一样的 我明白女生说 要准备准备什么了 这家伙 浴室不商量 对吧 除了这个 还有什么缺点吗 有啊 他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我俩 你就喜里糊涂 在一起了嘛 喜里糊涂的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来我家 就把我那些小裙子 啥子就打包扔了 就直接扔垃圾桶了 就不叫我穿 为啥 因为我本来就属于 那种比较保守的人 而且我们两个以后 肯定还是要属于那种结婚的 但是以后如果说 我们两个躲在大厦 所有人都往这瞅 可能会感觉 就是不太自在 但是我为了照顾他的情绪 第二天我领了 去上买了好多的好多的衣服 他是带我去买衣服 但是买的都那种 就是长裤啊 然后大帽衫啥的 就是我觉得我20岁 穿那些有点 我想穿小裙子好看一点 就开始改造了是吧 你这准备 是的 那人同意了吗 是的 也问过他 我说不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再去挑一挑别的吗 不是你把人家裙子都弄走了 你问过人家的意见吗 没有 你也没拦着他 我拦着了 那他就告诉我 就是我要穿的话 他就会跟我吵架 他就会不开心 然后 那你告诉他说 你要给我扔了 我们俩就分手 我也挺喜欢的 他就没有 哎 这就除了这个 这么粗暴的 对你还干过什么事 他除了这样 就是还限制我跟一线接触 就是多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领导就给我打电话 说马上要上班了 照顾好身体 别生病了 然后他就直接把话筒就抢过去了 就说 我是他男朋友 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做饭吃 我照顾得很好 谢谢领导关心 那我当时 当时不就为了想告诉领导 你有一个男朋友 就是要领导手 就可以不用那么太关心 而且都跟我说 就谢谢领导 我也没有说什么 就是我后期也跟他讲了 就是不是说 只给我一个人打电话 是整个店的人都打了电话 就后期 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 我都让他听着呢 但是当时也不知道 就是选了几个人吗 还是就单独打了 就还不知一些 我家到我公司 就是我下了楼 对面不超过20步 就到我单位了 他就天天晚上定时定点的 提前五分钟 就往那一处 跟班神似的 那我不是就想着 在门口等着你下班 第一天能接到你吗 而且好多女孩都希望 男朋友接自己下班 你那根本就不是来接我 他就是来监视我的 就我跟我领导一说话 他就站后边 就这样丑 那就算是你的领导 那他也是属于异性的 那我不认识他 我也不了解他 那我就想一想 想听一听 到底说什么 就最后导致什么样了呢 就是我领导 跟我传达什么任务的时候 就是 戴威交到我的女同事 然后告诉我 就是吉特说个情况 就打电话 就是第一句话就是 你对象在不在旁边 我就跟你说两句工作事 说完立马就挂 然后他还会在那趴头 领导又给你打电话了呀 就阴仍怪气 那领导给员工打电话 除了说工作的事情 那也没有什么 可唠家常的话呀 就是他这样已经 就影响到我不做了 听明白了 小子 你这举动会吓跑很多女生的哦 接着跟我说 他怎么逼婚的吧 我俩在一起半个月左右 然后他就那个说 要让我陪他 去给他妈买条手链 不然就去商场了 然后买完手链 包手链的时候 他就看个柜台有戒指 他就说 你看你看这个好看吗 我一看我说 挺有看的呀 那你试一下呗 试一下呗 小姑娘都挺喜欢的 戴上之后他就说 我送你吧 送你 然后我当时就想 刚在一起半个月 我收了好几万块 加上戒指 然后再说 什么时候才会送戒指 不好 我让我就跟他走 我就不要 可是他也说 这个很好看 也挺喜欢的 但我平时也没有 送过什么好的礼物 那我就想着 把它当成一个礼物 我就送给他了 后来买没买 后来买的 他告诉我说 这就是送我的礼物 说以后要是结婚的话 他会给我换一个更大的 我一听这是礼物 我就特别开心的 我就带着了 就没成想 后来过了几天 就我们共同朋友们 就去吃饭 这样的饭桌之后 就是朋友们就问 你这戒指好好看 再能买的 然后他又说 你看 这是我给他求婚的戒指 好看吧 你这是欺骗啊 小子 那问题是 这个事情 那早晚都要知道 那我提前 不不不不 这跟求婚没关系 你那是求婚戒指吗 那我想 先用那个 后面 得结婚的时候 再买个大的嘛 那在吃饭的时候 别人看到 那我想的是 那早晚都知道 其实呢 也就在朋友圈里宣告说 我求过婚了 你答应 对 这是给大家传递的信息 我理解的对吧 你的朋友 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 是 那往后来 还你可以 就不只有这些 他总是给我 嫁到那个点上 还嫁过你什么 就是 过了一段时间 我俩快到 就是一百天了嘛 他就跟我说 这才一百天啊 对 就要到一百天了 就不便宜 他就跟我说 那个 我给你订了套鞋针 就我也知道 上次赚戒的事 就是没听过你的同意 就是挺不好的 我给你订了套鞋针 给你赔礼道歉 大家出去旅游拍照 我一听 我现在挺好的 是吧 挺有心的 然后我就 请了假 陪他去了 到了之后 他就给我挑了一条 白色的小李玄 拍完了之后 没等照片出来呢 就是做成上车 没出来呢 他就转手 就发普通圈了 标题写着 看我写了 多么好看 那我就感觉挺好看的 我想发普通圈里面 也相关于是炫耀我一下 不是 那个媳妇 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想 确定一下关系吗 你是把他当结婚照发的吧 算是 对 我朋友都来问我 说那个 你们什么时候 结婚照拍完了呀 怎么不通知 我们参加婚礼 也太不够意思了 我说我没有啊 我说我真的没有 要结婚 这不是婚纱照 然后他就在下边 还回复人评论 哎 谢谢你们 祝福啊 那个 回来请你们吃几堂 就很莫名其妙 他总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这才一百天 对一百天 然后他父母就开始了 然后他父母就天天打电话 就儿媳妇 儿媳妇的叫 然后就儿媳妇 什么时候休息 来家玩 儿媳妇 什么时候来家吃饭呢 然后儿媳妇 那婚纱照拍得真好看 那个 你看看 婚纱照都拍完了 什么时候见着你父母 把婚事定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天津了 我心想我要静一静 那当时主要是 我的父母 也挺喜欢的 是是是 就是也没有说什么 他有什么 就是不好的地方 对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那个做法 那你的父母 是怎么被他忽悠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来天津之后 他就追来了 他追来了 就是告诉我说 我到天津了 现在是晚上 我也没地方住 我要见你一面 我觉得那被出啥事 就给他发了地址过来了 过来之后 他就开始哄我嘛 哄我就说错了啥 道歉 我就想想再原谅一次嘛 就原谅一次 然后他就 也确实做到了 前两个星期 就陪我玩 好好的 只字不提 当某一天 我回家的时候 就出去回家 我发现我父母 就坐在屋里头 来天津了 对 就坐在屋里头 等着我吃饭呢 人家 啊 就我就 我就问了父母 我问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小二姐 我们来旅游的吗 其实当时我在陪他 玩的那几天的时候 也有挺多好玩的地方 或者好看在风景上的 我就想那他父母 也在家里呢 那我就让他父母 一起来玩一玩 一天 我爸妈来的时候 就我现在不能当 我爸妈妈要吵架呀 就陪我爸妈玩了几天 玩了几天之后 我爸妈就开始对他 就女婿女婿地笑着了 就我看人家就好像是 我就不是亲生的 人家是亲生的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他送回老家 父母到底有没有在一个桌上 坐着谈过这事 有啊 送回老家了之后 我就想跟他分手吧 我说什么意思 总是这样 这姑娘还算人间清醒 然后呢 然后他就哄我 跟我打电话 回信息我也不回 他就给我父母打电话 让我父母来劝我 然后我父母就一顿说好话 说这小伙子 怎么怎么样的 就开始劝我 我一行思 然后也看到他给我发信息 我也挺感动的 就提了一些 我俩在一起没好事 我就行思 那就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了 然后叫我去吃饭去了 我还挺纳闷 问你干嘛 订个大包房 然后我进去才知道 那是个鸿门宴 就是他父母坐左边 我父母坐右边 然后他进来 就把我消息去迎接 就坐去了 那当时不是想着 如果说我直接跟你说 去的话 你肯定不会去的嘛 而且我想着 那父母都在 我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并且里面都是 你喜欢吃东西 那也能哄一哄你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嘛 就是他又是这样 然后就坐在桌上之后 父母就开始聊 这婚纱照拍得好呀 两个孩从小到大的情意呀 然后甚至就是开始提上 结婚日程了 什么订日子呀 什么的 房子 撒里呀 就开始订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就走了 然后今天就来到这儿 欧米团采访 听听吧 我还挺期待 到底说的是啥的 来听一下 这孩子呢 是我看长大 你妈是吧 从一小就看他长大 而且现在长得还挺帅 对我姑娘呢 也特别的好 以前我姑娘 自己在家玩的时候 门口有喝醉的 她马上就跑过来了 把那醉汉的都赶走了 把那还在门口守着 他们再来欺负我姑娘啊 我姑娘呢 也经常上她家去玩去 她父母呢 对我姑娘可好了 而且这小伙子 对我们俩也特别好 对我们老两肯 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买东西 有时候我姑娘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都不给我们打电话 她跟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 我真的觉得 我姑娘找到这样一个孩子 又帅一些 这小伙子挺不容易 我们全家人啊 都特别喜欢她 不知道我姑娘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我姑娘找到 这个女性 我们老两口就放心的 也不知道这姑娘 在纠结啥 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让各位导师们 就是劝劝她 就不要再以这种行事 来逼迫我了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 我觉得还不适合 结婚的时候 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 我们年纪还小 工作还都不太稳定 然后第二就是 身上确实有挺多缺点 比如说大男子主义 这些要不改的话 就没有办法 毕竟它都影响到我工作 影响到我生活 明白 明白 就是 哎 听到 不容易 可是当时我就是 真的很喜欢她 因为曾经我们两个 也是分开过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不想 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那就好好地去享受这个过程 你着什么急啊 现在早结婚 也算是稍微稳固一些 你看人家姑娘 没说我反感你 没有什么 一二再再二三的原谅 你着啥急啊 臭小子 她在失去 你先给她道个歉 说我这做法不对 我错了 我做的方法确实是不对 好 还是有点喜欢的是吧 但是确实这些东西 把那个 那点好的东西 一点点打掉了 对吧 对 你是不是会害怕 害怕 怕什么 你告诉她 我怕的 就是第二天 就把我衣服扔了 那以后解了婚 要会对什么程度啊 听见她那个 颤抖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 来吧 老师们看看 怎么帮助这对 年轻的小朋友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两位好 我听起来 我的感受是像 被绑架的爱情 你一直在说 我真的很喜欢她呀 我真的很喜欢 你说了好几遍 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她 她喜欢吗 就你真的爱一个人 一定是在意 她开不开心 她感受好不好 但是你一直在 陶醉在自我感动 自我付出里面 你的出发点 我认为肯定 还是希望为她好 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 看似是惊喜 但实则是惊吓 就是恋爱和结婚 都是需要 有一定的节奏 双方去体验 投入那种感受 而不是说 我就追求一个结果 我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 为什么 你问过自己吗 最主要就是 还是怕失去 想早一点 属于自己的 那结了婚也可以离婚 但是最起码感情 会比较稳重 这位男生 也是感觉 他的控制欲 包括他的 这个大男子主义 其实背后也是 他对失去你的恐惧 他还是很爱你 但是他的这个方式 也真的是需要调整 首先你爱一个女生 你是不是应该 尊重他的感受 对吧 他喜欢的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 尊重他喜欢的东西 你把他衣服都扔了 你不征求 他的任何意见 你的很多东西 都是有计划 有预谋的 去拍婚纱照啊 还有见父母啊 他一再地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 最后一次机会了吧 对 好好地抓住 最后一次机会吧 好吗 谢谢 哎呀 我觉得男生的这个 状态好危险啊 我不是说你对他 造成什么危险啊 我是觉得你的人生 有一点一团糟 你看起来非常的目标清晰 我要娶这个女人 我要早早把他 娶到手 用尽各种方法 其实我觉得你内心 你是一团糟的 因为你极度的不安全 一个有安全感的人 首先是学会尊重对方 首先是学会接纳 欣赏自己中意的那个人 你如果内心足够强大 你不会说 接个男领导的电话 你都在旁边气急败坏 因为你自己慌啊 你怕呀 所以你恨不得控制着 他所有能够给你 带来威胁的东西 让你才觉得安全 但是错了 你越这样做 越会让他 对你那一点点好感 越来越少 所以人的安全 和对自己生活节奏的控制 不来源于 控制别人的生活 而来源于 树立自己内心的 自信和充实感 女生呢 其实我们也看得挺清晰的 你大概是有一点喜欢她的 尤其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比较熟悉对方 有好感 但是你刚才说了一个词 你害怕 现在就把你的衣服都扔了 以后会怎样 你想得很对 以她现在状态 她如果真的和你 结婚了 在种种 父母的催促下 各种条件的裹挟下 你嫁给了她 那完了 她会什么都管 因为她最害怕的 是对生活的失去控制 所以你真的不能嫁给她 至少现在不能 或者说 她如果没有调整成一个 能够自信地去面对 亲密关系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嫁 那你们未来何就何从呢 我倒是觉得可以先放一放 别想着结婚了 男生 先想着怎么能够给对方一份 轻松的爱吧 你现在都已经不知道 是不是爱她了 你的一个心思 只有去控制她 先学会怎么去爱别人吧 再说要娶谁 要过怎样的生活 谢谢 你有想过人为什么要结婚吗 想过 为什么 在一起互相很喜欢 感觉相处得很舒服 你以为用婚姻 就能够霸占一个人 你以为用婚姻 就能拴住一个人 你以为用婚姻 就可以把这个女人 占为己有 这是你对婚姻的思绪 我并不觉得你爱的 你爱的是自己 从把它嫁成 你女朋友的身份 到去胁迫她见父母 到以爱之名 给她戴上戒指 所有的种种种种 都是你一步又一步 精心设计的 你当然会觉得 我说你 我爱她这句话不公平 从你的点点泥泥 从你的真心上 能看得出来 你确实是喜欢她的 但这并不是爱 如果你真的想要 跟她携手到老 你一定要以尊重她 为前提 因为夫妻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平等的 从来没有谁 能控制得了谁 谁凌驾于谁之上 谁一定要听谁的 受谁的摆住 一定是相互的关系 才能够水到渠成的 走到结婚那一步 就算她今天因为喜欢你 你利用了她对你的喜欢 一步一步把她骗进了 这一场婚姻当中 你觉得日后 你们的婚姻会幸福吗 你一直都用自己的 一个又一个套路 来拴住一个女人 在你身边 你觉得你能看住她 一辈子吗 所以想要跟一个女人 过一生 一定是用心出发 你没有用你的真心 去打动她 对女生我只有一句话 我们再喜欢一个人 也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底线 和原则在哪里 不要把控制当成爱 控制你是被迫的 是痛苦的 当你有发现 一丁点苗头的时候 这个时候绝不能妥协 就从她扔你裙子的 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破坏了 你的底线和原则 那是我的东西 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私自处理它 这就是对我 极大的不尊重 所以那个时候 你如果做出 坚定的决定的话 它不会发展到 今天这一点 所以提醒你的是 再喜欢 也要坚守 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谢谢 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爱一个人的话 你会不会去伤害她 不会 但是 她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说你爱她 所以不会伤害她 既然你不会伤害她 为什么她的客观感受 是恐惧和害怕 这个客观感受 从哪来的 是不是她实质上 感受到了 你有可能会伤害她 虽然你看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都知道 你不会伤害她 但为什么 她依然感受到了恐惧 这是第一个 明明不会 但还是让人感受 第二个 她的反对重不重要 重要 但事实上 在这件事情里面 她的反对重要吗 重要 你用一切方法 来反对她的反对 这两个问题 你就细细琢磨一下 它是你未来要 在一起生活的老婆 而且你已经看明白了 你女朋友是一个 有独立意志的人 她是很明白的 很清醒 而且她把她的客观感受 都反馈给你 但是你并没有去听 这个客观感受 你反而用强制性 强势的命令和纪律的方式 想办法让她来执行 如果你真要娶她 当老婆的话 你必须不能让她难受 不能让她害怕 不能让她受伤 对不对 你要保护她 对不对 但如果你是第一个 让她受伤的人 这就是问题 强势到了一定程度 就没有我尊重 你现在是 因为你内心的恐惧 你害怕失去它 然后这个恐惧 就传递到她的身上 你把一份恐惧 传导给了那个人 让她也是一身恐惧 这就不对了 心啊 要先放下 我觉得不着急 这姑娘是真喜欢的 要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不喜欢 你早跑了 就你这情况 早跑了 那是因为认可你的人品 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才留到了今天 但如果你真的 再这样下去 谁都救不了 就很简单 你要我给你们建议 我就一个建议 我建议你们谈一年一地恋 谈一年一地恋 这一年里面 你让她感受到 她是有自由的 如果你能给她 一年自由的时间 然后让她感受到 在这段关系里面 是可以获得你的尊重的 以及她的反对的声音 你是可以听到 并且你愿意去执行的 那你们还有为了 否则的话 真的很难 就这样 刚才陆琪老师 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我也是觉得 应该保持距离地 去谈一谈恋爱 女生大概在这个里面 给她了一个创伤 这个创伤叫 我们要异地 我需要陪伴 我缺少陪伴 我这个爱情是不长久 对吧 因为曾经在他们的 情感经历当中 有这么一节 你是害怕 我再不陪伴你 你这次是真跑了 对 所以她没有这份笃定 没有这个自信 为什么让你道歉呢 就是在这个恋爱关系当中 你犯错误了 别犯傻了 尊重 赢得她的心 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命令她 让她按你的命令去执行 好吗 加油啊 小哥 一会儿你少说点 听她说 多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俩小的时候的时候 我也是挺喜欢她的 一直也都是挺喜欢的 然后 就是那一阵 她不像现在这样 她不像现在 对我这个样子 她那阵对我就挺关心的 而且她一直都跟郁星啊 保持着什么的 就让我非常有安全感 现在的话 这一点她做的 也是非常的好 但就是对我来说 她的控制啊 大男子主义啊 这些我都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就是听我妈妈说的那些话 我也想起了一些以前 就是很甜蜜的事情 我还是觉得 再多考虑考虑 再想一想 我也刚才也是听过 导师和这几个主持人的讲 我也明白了以后 还是要尊重她 尊重她的想法和事情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小米老师预测一下怎么样 我期待他们双出 双出 双出 我真的觉得 会是男出女不出吧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 别懵 别懵孩子 别慌 别慌 就是慌什么呀 不要慌 这叫退一步 退一步 不代表 从此以后就没机会了 重点是什么 我给你一个良心建议 不要逼得太紧 就是你 我知道你现在很想 马上去追她 不要逼得太紧 让她思考一下 想一想 等到哪一天 她感受到了 自己内心上的孤独 觉得你身边不在的时候 特别不习惯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出现 对你来说是最好 远远地沉下来 待一段时间 可以吗 好 冷静 我就希望你们俩好 要相信你们曾经的感情 好吗 好的 谢谢你 加油 请回 谢谢谢谢 别跑 别跑 慢点慢点 别去追她 听话 又去了 你看 忍不住的 完全慌了 我就想多留她一会儿 挺干净的一段感情 希望这种纯粹的爱 能够让他们最后走到一起吧 小伙子有点愣 我们祝这样的年轻人 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幸福 前提是女孩也想要 对吧 祝你们开心 祝你们快乐